哈囉,大家好,我是偉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美的代價是五九零 維納斯 沒錯啦 我們的泰坦呢 自從 佛心送送送 送送送送 送了一堆泰坦之後 甚至還送了一隻魂匣之後 然後德魯伊也開了30%魂石之後 終於迎來第一隻不送的泰坦 維納斯 好 首先呢,維納斯 他就是傳說中的美神嘛 然後為什麼身為一個神 是力量系的 看到他是個女神 應該一般是智力系的才對啊 啊,利與美的化身嘛 利跟美是分不開的嘛 才怪不要胡蘭 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維納斯是敏捷 那他就要毀天滅地了 不就還好他是力量 我們待會再解釋是怎麼回事 然後首先我們先看到 維納斯是他590 異界泰坦 590的泰坦通稱異界泰坦 異界泰坦有個特點 什麼特點呢 就是他花590買 廢話 廢話 從這裡頭用590買 然後再來 你在泰坦祭坦 你是找不到 異界泰坦的 所以他才叫異界泰坦 從異界來的 懂嗎 然後再來第三點 異界泰坦的石頭呢 在 披薩池裡 也是找不到的 你也找不到 異界泰坦的存在 那異界泰坦要如何取得 他的魂石呢 難道我買來一星 我就能一直儲值儲值儲值嗎 不 異界泰坦的魂石獲得相對佛心 怎麼說相對佛心呢 等我一下 我先把這邊買一買 有沒有看到 異界泰坦在這兒 異界泰坦的取得 是從 星際上買魂石的 然後呢 呃 一天就是12顆嘛 嗯 一天就是12顆 然後當初儲值活動 如果你多儲 多額外儲一千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三百顆 可是 為了生活 忍住了 不要花那個錢 真的是不值得花那個錢 我覺得 慢慢升星就好了 雖然說 我已經有看到我們這一幅 有三星的 三星的維納斯 我已經不曉得該說什麼 真的是很誇張 現在就已經是三星的維納斯 那時候原本想把這些平民角都趕快升星 就還想不到還是沒辦法改在維納斯之前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維納斯這隻英雄吧 維納斯他是個力量型的英雄 然後首先我們看到 他的裝備中帶了兩件血 然後他又是個力量系的英雄 所以表示維納斯的坦度一定不低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力量 這把就是 比較沒什麼用的泰坦裝備 反正就加力量 加工 加物穿 然後力量會加血 然後加力量 加物工 加護甲 加莫康 加物穿 加個屬 加命中 然後加敏捷 物工 物保 跟穿甲 物穿 所以你會發現 維納斯 他的屬性 堆疊在 呃 堆疊在雙防 雙防 雙防跟力量 物攻 以及物穿上 上面 就是他比較沒有所謂的暴擊 比較沒有暴擊 沒有吸血 沒有閃避 沒有命中 那我們用一個最簡單暴力的算法 來告訴你維納斯的問題出在哪 最簡單暴力的算法 他的命中 0加22 就是當前一星 沒有滿裝的維納斯 是0加22 刀塔最暴力的算法就是 你直接拿他的命中去扣他的閃避 如果你的命中沒有大於人家閃避 那表示你要打中他 你打他是有機會miss的 那讓我們來看看 刺翼其實 有高達90的閃避 所以 維納斯打刺翼會miss的 那告死呢 告死的閃避有56 維納斯打他會miss的 那晨熙之星呢 有54會miss的 以太呢 有多少 閃避153 我剛剛以太 我剛剛晨熙有沒有看錯 我沒有看錯 以太有153肯定miss 得魯伊 94肯定miss 只有提督有24 所以他只有在跟提督對A的情況下 會比較容易A中提督而已 所以維納斯有很大的問題出在命中上面 所以 戰神吊墜這件裝備 相對的對維納斯來講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維納斯你想要讓他拉起來 首先 你要知道 維納斯的站位是中排 靠前 所以你必須先把血裝 給滿 命中給滿 剩下這三件可有可無 因為他們都是 物攻 物穿 就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三件差不多意思啦 還有力量啦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他的詳細屬性 詳細屬性方面 維納斯現在就擁有了高達8萬8千滴的血 各位觀眾 這是一星維納斯 他的血裝 20等滿 兩件有40等 我只穿了4等 他還有36等可以穿 他現在已經有8萬8千滴血 真的很誇張欸 身維之中排喔 我們來看看同為中排的泰坦有誰 同為中排的泰坦有這四位 欸 太棒了 沒有用的棒棒 身等 同為什麼 同為中排的這幾個人 繁星公主 目前 8萬6千滴 8萬6 已經比 維納斯少了 好 力量系嘛 這隻 9萬5的告死魔女 告死魔女 9萬5是建立在他也有兩件血裝的情況下 所以他現在有9萬5 我也是還沒升滿 還可以再上去 估計可以破10萬血 那 刺激其實有帶一件血裝 可是他的血量也才來到9萬6 所以 維納斯 挾著力量型英雄 力量加血的優勢 他現在破裝 就有8萬8千9萬 所以我在想他的裝備穿起來 甚至二星 可能有12萬13萬的血吧 我 欸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上網查資料 我那時候查到的是 一星滿裝 有11萬血 一星滿裝 有11萬血呢 真是嚇死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 該怎麼做 他的護甲1300 1300我覺得 1400 1400 1400 1200 你看嘛 大家護甲其實都平均滿低落的 我覺得 所以他身為一隻力量型 不過 你跟中排比當然是不公平的 你要硬要比的話 你要跟這兩隻比 跟這兩隻 帥到 吊渣的這個兩個前排比 你看一隻有2000的護甲 跟一隻是 1800的護甲 所以維納斯 其實他的 護甲 在泰坦裡面 你要跟前排比當然算低 跟後排那幾個 跟他同排那幾個比 算高的 那我們再來看看他魔抗的部分 維納斯他魔抗的部分 按錯人 維納斯他魔抗的部分 目前只有600 700 而已 700的魔抗 其實 其實我覺得700的魔抗 算是 700的魔抗是算起來 唉唷 不是你很右偷 700的魔抗算起來 該怎麼說 不算 高的 中庸吧 比後排高 比後排高 然後在中排裡面 算前面的 然後比 前排低 其實就是 他整個人 本體生存不差啦 那 可是就是因為 他 真的 太容易迷失的問題 所以 這件裝備 再次提醒 戰神吊墜很重要 穿號 然後呢 因為維納斯 他是 純 普攻的角色 純普攻的角色 所以 真的好在他是 中排 不然他的生存 大概就跟 當初的體度一樣 一樣廢 然後我們首先 來看他的技能 他的第一個技能 神秘 維納斯駕於 海底洋流 然後對 的對沖能量 對全場敵人造成傷害 如果學會誕生技能 則對每一個敵人附加一格外狀態 如果維納斯在金蘋果狀態下 則給每一個敵人同時附加三格外狀態 就是誕生的三種狀態 所以講白了 神秘這整個技能 除了打傷害以外 他的狀態全都在誕生身上 所以我們還是要看誕生是什麼玩意兒 誕生維納斯的招牌技能 維納斯是讓自己的普通攻擊 增加兩種攻擊型態 每次會選擇其中一種 根據敵人的狀態選一個 然後 效果一是敵方生命低的時候 會持續損失生命 效果二 敵方能量較高的時候 會持續實施能量 效果三 如果敵方不滿足前兩個條件 什麼叫不滿足前兩個條件 就是 他的生命跟 他的生命跟他的能量 趴數是一樣的時候 那就會達成效果三 效果三是什麼 這名敵人的 會受到永久系的物靈護甲 跟木法護甲的損失 疊加次數有上限 可是他沒寫是多少層 我都點滿了 你還沒寫 然後反正 那傷害呢 鬥特傷害是什麼算的 就是普通攻擊的 物理攻擊係數的 27.5就四分之一 維納斯的物攻有 五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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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三的物攻 其實沒有很高啦 主要是他現在沒有穿裝備啦 所以五千三的物攻 其實沒有很高 那我們再來看 維納斯的技能 愛意 每隔一段時間呢 觸發一次連結 將維納斯與一名場上 生命最低的隊友連結 然後這連結的時間內呢 該名隊友享受一個持續的生命回復 連結結束後 維納斯會一次獲得一個 額外的生命回復 如果該名隊友在連結時間內 生命變化是正向 那維納斯會獲得這部分生命差的回復 什麼意思呢 我幫你補血 如果你在這段時間內 你的血是有提升的 那回到我身上來的時候 我還會把你提升的部分 再補給我一次 簡單來講就是個補血技 補你也補我 你補超過 我補更多 嗯 就這樣 金蘋果 金蘋果就是維納斯 除了誕生以外的招牌技能 當前生命值降到一定百分比十 維納斯會牽入金蘋果狀態 牽入金蘋果狀態後 會附加所有額外效果技能 同時附加所有 所有附加額外效果的技能 會同時附加所有額外效果 好繞孔 簡單來講 就是 誕生跟神秘 打出來都會是 持續鬥特 持續鬥特 然後損失能量跟 護甲跟魔抗的損失 聽起來很厲害吧 真的很厲害 其實 可是 這一招 有一個致命點 那就是 他要 血量低才能發動 那 他也沒有講 是什麼時候可以發動 然後什麼叫 可以提前27.5%發動呢 呃 假設 原本他是掉到一半血 50%發動好了 我點到滿 可以提前27.5% 那就是在77.5% 我的生命到77.5%就會發動金蘋果 然後所以 維娜斯這樣整體看下來 整體看下來呢 就是個輔助英雄 就是個輔助英雄 沒辦法做什麼 對 但是雖然說 他是個輔助英雄 他沒辦法做什麼 但是有人做過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但是我做不太來 但是我讓你們看看 我做那個實驗的 呃 大致的結果長怎樣好了 這個實驗是什麼 單挑實驗 蛤?你說 不不不不不 一直輔助跟人家單挑 嗯沒錯 一直輔助跟人家單挑 欸 應該是看切磋的影片 紀錄 呵 準備打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其實大部分都是敗居多啦 當初 當初我看到的實驗數據是 除了 晨曦之外喔 除了晨曦之外 大家在一心 滿庄的狀況下 基本上維娜斯會全勝 你說蛤?什麼? 一直輔助打爆所有人 因為其他都是輸的 我們就都不講 那你就看看 我說他根本打不中的儀態 其實 你可以看到其實誕生技能還是可以打中 但是 誕生還是個物理技能 有沒有看到 剛剛是被閃避 所以其實 誕生他就是普攻附加 但是 你會看到他的普攻的型態不同 那就是觸發了不同的誕生模式 但是就 各種閃避 各種沒有命中 然後補血 被抽能 然後被閃避 然後被抽能 然後又被閃避 又被抽能 整場就不知道在幹嘛 不過最後就一個大 直接收掉 因為剛剛其實 其間 其間 其間他很多次是扣 以太的雙方 他很多次攻擊是扣以太的雙方 所以其實 以太已經很脆了 被一個大就直接砰就砰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看喔 在輔助對幹的場合下 他的輸出其實還不比二星的 繁星公主低呢 然後另外一隻輔助 那隻其實是物理輔助 所以不准 會直接把 維納斯給捅死 不過 基本上 之前人家一星跟一星的 對打 一星跟一星的對打的實驗 是 全 就是除了晨曦之外 全勝的 所以其實 維納斯 算是一隻 很強的輔助英雄 而且 他已經有展露了他的頭角 你說展露頭角在哪裡 在 不是在 不是在商店 他多吃很多裝備 沒錯 嗯 在二十一章 已經有一套新的陣容 長這樣 沒錯 有看到三星維納斯了嗎 真的是鬼扯蛋 這些人 反正就是一套新的陣容 就是 呃 扣掉血鬼的人 滿 第一次滿能 全部開大 然後手動把吃意 空降 降完之後 按加速 直接到底 結束 就這個傷害 嗯 很容易操作的一套陣容 很容易操作的一套陣容 然後 590泰坦的出現 其實出現了一個問題 一個月 一個玩家 你不儲值 頂多 養好 一隻 二星泰坦 快養好 但是假設 今天又多了維納斯的情況下 那我一個月要養泰坦是兩隻 那根本不可能養滿啊 根本養不起啊 所以其實 陸服目前就 出了第二隻 異界泰坦 黑洞戰士 但是黑洞戰士的 出場率 相對之低 為什麼低 一來他很容易被騙 他是找血最低的人切 所以你只要整隊友 一隻前排 不是泰坦 那他就會往前排切 可是他往前排切去 那他就準備等死 所以 黑洞戰士 一來容易被騙 所以人家不喜歡 二來 他又是隻異界泰坦 後面的泰坦 元氣少女 巴哈姆特 都很強 黑洞戰士就夹在這兩個人之間 一整個沒有人想要養黑洞戰士 所以 現在590泰坦面對的就是 呃 當你夹在弱勢英雄之間的時候 你會被選擇 那當你夹在強勢英雄 強勢泰坦之間的時候 你就不會被選擇 所以 維納斯 買的人 會算多 因為迷勿行者 不算強 但是下一隻黑洞戰士 買的人 就不一定會多了 除非官方肯處理 泰坦裝備產出太少的問題 然後呢 陸服最新的更新 也給出了 既提督跟以太之後 最有問題 最有問題 就是被官方認為有問題的泰坦 那就是赤衣騎士 對 因為赤衣出新造型 所以你想想 當初是提督 德魯伊 以太 以太之後是誰 忘記了 記不住 提督 德魯伊 以太 成熙 告死 赤衣 所以我們第一個獲得造型的 是提督 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第二個獲得造型的是以太 第三個獲得造型的是 赤衣騎士 喔 其實他跳過一個 跳過兩個 下一隻會跳過三個 大家注意囉 會跳過三個泰坦喔 才不是呢 真的就是因為這幾隻的 輸出層面比較 也不是輸出層面啦 他們的使用層面比較堪憂 在目前法系 硬壓制的 法系壓制的情況下 他們的輸出層面真的比較堪憂 而且元妻少女出來之後 你的吃翼 你就用力戳吧 戳吧 戳死你自己 你戳到元妻少女 就是戳死你自己 好啦 反正維納斯基本上 回到正題 維納斯基本上就是一隻 自甘型的輔助 自甘型的輔助 然後帶有一些 扣防 就是一直普攻 一直普攻 扣防幫我們補個血 嗯 他的功用 僅死 就僅死而已 不過啊 他還是在很多場合很好用 不管是PVE還是PVP 在 在競技場啊 在 夢境 在 遠征 都是一隻很好用的 英雄 所以 現在 現在是還能買吧 反正 我覺得 你有能力多買裝備的人 你就買 沒有能力多買裝備的人 你也可以買 但是 就放著 你也可以把它買了 放著看 如果你真的要犧牲 目前 犧牲人選 就是右上角這兩位 然後痴癒 其實我覺得 目前還是強勢的 直到元妻少女 輸來之前 他還算是強勢的 所以 左邊這四隻 加上告死不要犧牲 你要犧牲 就犧牲 右上角這兩隻啦 不過問題是 右上角這兩隻 是目前競技場 比較克制一個當紅陣容的 這個我們另外一個影片再提 我們今天就只講維納斯就好 那維納斯的介紹 差不多就到這邊 然後你就會想說 奇怪這傢伙今天怎麼高產的 該不會 他 一口氣錄一堆影片在一起吧 想當然會 我當然是準備一堆存貨啊 並沒有 我真的是一天錄了一大堆影片 真的是 有些人 有時候 不忙 沒事 忙起來 要人命 所有內容拖一拖 只好參在一起做殺鳥牛丸 好啦 沒有啦 就 我待會還會有 晚點應該還會再放上一場 放上一部 競技場 解析的 因為有人建議我 你可以把影片做分段 這樣比較有人想看 我就試著做看看 看觀眾會想怎麼樣 好啦 那我是維恩 這是我關於維納斯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你可以幫我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 那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期再會 掰掰 拜拜 對啊 塊 字架 我可以聽到 各位 都有觀測 result 開 Cleveland